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民日报海外网云采访系列直播节目 说说我们村 我是主持人孙小璇 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人民日报海外网策划了乡土中国大型全媒体系列采访活动 欢迎网友们关注乡土中国第一季 之说说我们村的直播 我们将以直播加云采访的形式 邀请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 以及不同乡村发展方向的村长 书记农民企业家等进行连线 展现新时代中国乡村的精神风貌 地域特色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乡村的发展 这一期的说说我们村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三位嘉宾和我们进行直播对话 他们是甘肃省定西市通卫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吕中 国家能源局派驻通卫县平乡镇 孟河村驻村第一书记上岳 浙江正泰安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凯 欢迎三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那我先请县长您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广大网友大家好 我是国家能源局派驻通卫县挂职的副县长 叫吕中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进行交流 嗯好的书记 大家好 我是国家能源局派驻通卫县孟河村的第一书记上岳 今年四月份开始的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 之前呢一直在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工作 谢谢 嗯好的 卢总 大家好 我是政泰安能的总经理卢凯 非常高兴今天以这样一个场合跟大家见面 谢谢 嗯好的 非常荣幸三位和我进行直播对话 那我想先请县长对这个孟河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吗 我们孟河村的光伏产业发展来做一个概述和评价 嗯好的主持人 因为这个能源是我们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 也是我们这个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西北地区 风光等新能源资源呢十分丰富 但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 所以我们国家能源局自2013年开始帮扶通卫县以来 一直把发展新能源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着力帮助通卫县打造全国新能源精准扶贫示范线 这个通过发展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产业 来带动全线现余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征收 这个为通卫县打赢脱贫攻击站呢 做出贡献 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全线并网运行风电呢 有60万千瓦 光伏呢是16.24万千瓦 另外我们还拥有在建的风电50万千瓦 到今年眼底呢 也就是我们预计 我们全线的新能源装机将超过126万千瓦 在顺利打赢脱贫攻击站 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之后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碳达峰碳中和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这个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呢 是如何把这个双碳目标 跟我们的乡村振兴两大战略进行结合 通过推动农村能源革命 来带动乡村的产业发展 实现农民征收和生活水平提高 这个孟河村的零碳乡村清洁能源示范项目 就是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试点项目 这个通过发展互用风波式光伏 我们首先实现了这个孟河村的光伏发电量 远远超过用电量 在一定意义上就做到了碳中和 其次呢 这个村机体也通过发展光伏增加了机体输入 农民通过出租屋顶或者建设光伏电站 也可以得到固定的收益 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我们孟河村建设的互用光伏 与我们西北地区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 是紧密的结合 在光伏底下可以用于建设停车棚 或者发展养殖等等 来帮助改善我们农村的人居环境 所以说这个孟河村的光伏产业发展 就是我们通过发展绿色能源 来带动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也可以说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吧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会在全线 其他的乡村来推广孟河村的模式 而且呢 我们还将在孟河村呢 做进一步的探索 来开展一个新能源微电网 和生物质供卵等一些试点项目建设 来探索进一步如何降低 我们农村的用电成本 进而带动电气化水平提升和产业发展 解决农村清洁区乱 和原来的废气节感回收等一系列难题 这个有效的助力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丰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这样一个乡村振兴的目标 主持人 关于这个问题 我就先回答 介绍这么多 谢谢县长 那吕县长刚才从宏观的角度 给大家分享了 孟河村的一个现状 以及未来的规划 那下面我想请上书记 带我们来走进孟河村好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 孟河村的真实的面貌 好的 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孟河村 孟河村是位于通卫县城 以南五公里的位置 属于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地区 近年的这个降水量 年均降水量 只有480毫米 气候条件可以说是非常不好 属于干旱地区 全村有面 总面积是13.6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面积是4200亩 主要是种植玉米 马铃薯 亚马子 金银花等农作物 孟河村呢 下辖八个社 一共有305户 1319人 其中2013年呢 有建党利卡的贫困户是117户 和544人 于去年 2020年年底呢 全部实现了全村的 全村村民的脱贫戴帽的工作 好的 书记您现在是在一个 成果展的门口是吗 对 这个现在就是在于 在我们这个国家能源局 定点帮扶成果展 也是我们村师馆的这个 您能带我们进去看看吗 来进去看看好吗 好 好的 我为大家转换一下摄像头 好的 现在呢 就是我们走过的 走进来的就是我们 孟河村的这个乡村记忆馆 也记载着我们整个脱贫空间期间 我们国家能源局所做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 整个乡村记忆馆的这个 开始 从前沿开始 走进孟河开始 这是我们最开始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党组织的建设 然后这是一个大事迹 就是记录着整个我们孟河村 从 那个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开始 一直到包产到户 一直到脱贫空间 然后一直最后 现在是乡村振兴阶段的一个记录 大事迹 梳理得非常的清晰 现在呢 这是我们脱贫空间期间 对 开展的一些这个成果的一个展示 孟河村在这个脱贫空间过程中呢 首先就是以 助劳基层党组织 组成这个村一级的战斗堡垒的这个作用 增强村民与这个基层党组织的这个凝聚力 通过重点的解决壮大村集体经济 然后发展特色产业建立了脱贫空间期间的这个 我们有一个电商平台 在国家能源局的这个协调和帮助下呢 整个脱贫空间期间 我们引入这个社会投资六百余万元 其中包括了这个为村集体建设的光复电站 和道路硬化 以及传媒的一个信息服务等 包括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村市馆的建设 这里展示的是我们这个一个民俗的这个展示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村民墙 也就是我们脱贫致富万家乐的这一个展示 这都是我们 我们在去年这个全体村民都脱贫以后 大家都露出了这个 一个笑脸墙 很生动 对 这是我们这个通为人家的一个展示 也就是我们通为县的一个 就是最传统的民居的一个布局的格式 基本是一个中堂 我们是一个是书画之乡嘛 所以说家家都悬挂着字画 包括这里就是我们最传统的这个民居的这个土康的这个格式 嗯 做得很精致 包括现在村民的家里也是这样的布局 这个城国展里有光伏产业的一些东西吗 一些资料吗 它是在那个下一个那个管 你稍等 这是一个四合院形式的一个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旧的村那个村 村部 也就是村委会的旧址 村委会改建的 对 改建的 也就是我们 也是咱们传统的一个这个民居的一个样式 嗯 很有特色 这个呢 就是我们国家能源局的定点光伏成果展 定点光伏成果展 对 这其中就记载了我们国家能源局 对整个通一线的这个光伏 以及风电的这一个光伏的一个 布局和规划 哦 对 这是我们通一线的整个这个地图 所有的这个 有光伏的地 有光伏 有这个展示模型的地方呢 都都是代表着一个光伏电站 嗯 已经遍布了哈 遍布了整个的村子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国家能源局光伏的这个 各种各样多种的这种光伏的形式 有这种 就是花卉种植的 然后有这个光伏和马铃 下面种马铃薯 下面是这个 这种是蔬菜大棚 和这个光伏的结合 下面是金花 以及那个蓄草种植 还有这个 食用菌的这种种植 包括这个蓄木的养殖和这个光伏的像结合 这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就是因地制宜的 好的 我们一会儿可以去这个村子里面看一看这个实体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好的 那辛苦书记了今天还冒着雪要带着我们逛村子啊 那刚才书记呢带我们了解了孟河村在脱贫攻坚以及实现全面小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成果和经验 那卢总我想问问咱们仲探安能在孟河村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您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好的 主持人好啊 应该我们刚才屡书记跟我们上书记也介绍了孟河村相关情况 那我们正在实际非常有幸啊 在2020年我们参与到整个孟河村的这样一个包袱项目中来 那在整个项目里边呢实际我们做了两期的这样一个项目实施啊 第一期实际我们做了一个150千瓦的一个村集体电站的这样一个捐赠 那这样呢去解决他当地的我们村里边的这样一个集体收入的问题 在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我们每年会带来是有20多万多电 7万多块钱的这样一个村集体 那今年呢我们实际又启动了一个2.0的这样一个包袱的一个模式啊 就采取是我们将我们的光复电站呢 是装在每个老百姓的家里 那通过庭院是各方面啊 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光复电站呢 作为老百姓的一个特别他养殖啊 养鸡养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场地啊 另一方面呢装在庭院上面的这个光复呢 又可以起到发电的作用 加上这部分电呢是卖给我们国家电网 那同时呢给每个用户呢 每年可以带来500到1000块钱这样一个固定收益啊 那实际是在未来25年期间呢 我们孟河村的每一位村民 统计下差不多会有到3到4万块钱这样一个总的收入 那这样呢也是帮助当地的村民呢 特别是解决他日常的特别是像这种电力消费这些 开支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模式呢也比较受到那个我们村民的欢迎啊 但前后这两种模式呢 我们认为啊这也是我们国家能源局目前在提倡这样一个整线推进里边 一个实施的一个缩影啊 其实第一个方案也是我们理解为叫做输血 输血式的这样一个光复的方案 那通过企业这样一个捐赠来去帮助我们的贫困的乡村 实现乡村振兴 那第二个方式呢实际是实现了是我们与村民 村委与县 包括与企业之间的话四方共赢 那通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商业模式推广呢 能够实现是未来的一个共同发展 那这种方式啊 我们目前在国家应该是总共有将近 我们国家的互用有建了将近200万多户一个电站啊 那正态呢实际我们通过类似的模式 已经在全国应该有40到50万个电站啊 普通我们的老百姓家庭也是安装了这样一个光复电站 那我下面我要么主持人我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光复电站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啊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光复电站呢 会有这几部分组成啊 就像我们在屋顶上的那个是我们叫光复组件 它就起到一个发电的作用 那完了是太阳的光呢 照到光复板子上呢就会产生直流电啊 完了以后再会通过我们这一台叫做逆变器 逆变器就将它转化成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可用的这样一个电了 那这个电呢我们也可以作为储能储起来 好就多余的电我们可以把它储能储起来 完了以后呢也可以把这个电呢 我们家里需要用的家用电器也可以通过光复电来使用 那多余的电呢也可以卖给国家电网 那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好的将我们的这样一个光复呢 能够实现了这样一个全闭环的这样一个输出跟应用 那我们认为啊这个未来在中国是非常有巨大的 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双碳目标的实现啊 实际是非常有巨大的这样影响的 一方面是中国我们可安装的啊 我们像类似孟和村这样的村民啊 可安装的家庭有将近5000万户 那5000万户如果按照一户家庭装20千瓦实际可安装是在1000个巨瓦 1000个巨瓦是什么概念啊 我们一般我们一个县城 一年的用电量是在20亿度点 那1000个巨瓦相当于是可以满足500个普通的一个县城的这样一个用电需求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小小的一个光复电站装在老本人家庭啊 但是它是新兴自活可以了远 它可以是解决我们未来的 特别是那个城市的这样一个用电光的问题啊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未来整个就是说双态目标实现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那大家可以再看过来 就是说这块呢就是我们一个正台安能云平台 那在这个云平台里边呢 我们将50万个电站呢都是通过系统管理起来 那日常呢是因为我们安能做的事情是一个是在建设电站 第二个是在长期25年的这样一个长期运营运期间啊 我们如何去保障这个电站能够比较好的发电啊 那等下应该上时期可能会看到一些像我们在孟河村村的一些电站的场景啊 那我们这里也会看到 比方说像这一户就是来自于我们孟河村的叫长红墙家庭啊 它家里呢是装了将近是13.5个千瓦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12月份的一个发电啊 从7号8号 每天基本上它的发电量都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在一个发电量 那像对于长红墙家庭来讲呢 它一年给它带来是有差不多是在600到800块钱的这样一个那个收入 那同时呢又是像自动建的场景啊 上面呢是装光服 下面呢是可以作为它一个日常的一个储物啊 包括它可以通过一些养鸡养鸭放在下面啊 是比较好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 那主持人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的谢谢卢总啊 刚才卢总带我们展示了非常先进和智能化的管理的这个光服产业啊 那我看书记是不是到了村民家了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村民家里面这个光服的建设的情况 首先那个在我们村的建设这个光服呢 都要比正常的这个光服都要高很多 它最低点呢 这个光服组件最低点距离地面的距离呢是2米2 这样就保证了这个整个这个场地是能够利用起来的 像这一户呢 我们这个光服呢一共装了是52块光服组件 它的年收跟那个正泰公司合作建设嘛 它每年的这个收益呢大概是1000元左右 日常所有的这个投资和日常的维护呢 都是这个正泰公司正台安能公司的负责 村民也不需要进行一个这个 拓拉机这是需要充电的吗 还是它就是在这里摆放 呃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个是在在这里摆放的 啊这个是村民家里 对对对 它把那个就利用起来当那个车棚用了 啊当一个车棚来使用了啊 明白了 对对对你像有一些村民家里面呢 可能就把它当作一个储藏的一个地点 比如说收到的粮食啊或者是一些饲料啊 就全放在这个这里面就下面了 他们家的这个光服的这个设备是属于呃呃大的还是小的 属于个什么样的规模的 它在咱们村的这个分布式光服里面属于是大的 应该算是全村最大的大的 啊全村最大的 它是一共多少块这个光服板 有52块 装机大概是二十几千瓦 25千瓦左右 嗯 算他这个一年的收入大概能够达到多少呢 呃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一千元左右 哦一千元 对一千零四十 这是刚刚开始哈 我们刚刚刚刚开始搭建这个设备 一年可以对对对 他这个设备 是容量比较大 他那个建设的相对来说 时间要靠后一些 是今年8月末才那个并上网的嘛 嗯 我们村民在家吗 他在吗 书记 在呢 就在旁边 我们也来 对让他出个镜 好好好 跟他聊一聊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请问您贵姓您叫什么 呃 姓苏啊 宋建明 宋建明 宋大哥啊 很精神啊 看着 还配配戴着这个兄章 对 呃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家里铺建这个光伏之后 啊 对您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呀 呃 生活 改变的话咱们可能 我这个是利用这个招签不复 限制正路呢 这就可以啊 但是呢 呃 就是每年可能 就是每年可能给我有这个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嘛 嗯 一千多块钱的收入哈 您对这个收入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我看您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嗯 嗯 我 我 我使务能 改这个 我 我的这个 这 在这个地方 我今年 我说打算 以后来 还如果再有的话 我那个限制队的话 还可以安装一些 想啊 想再 再多搭建一些是吗 对对 不过这个 吴总我们村民有要求 对对对 我们也在做第三次的一些规划了 是的 是的很好很好 这地方闲的地方 还可以利用 利用价值特别好 咱们农村的这个农季植啊 什么都可以 里面都可以放 没有什么投入 然后又可以对生活带来一些便捷 还可以增加您的收入是吗 对对对 咱们一分钱都不投入了 一分钱都不投入 就是 明白了 书记看我们这个村民 对光福的这个工作相当的满意 然后刚才吴总也说了 我们现在全国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了 两百万户 两百多万户了 那县长 我想来请问您一下了 那您结合 咱们通费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来谈一谈 我们中国光福产业的发展 以及未来的前景和发展方向 好吗 好的主持人 因为就像刚才您在那个孟合顺 已经看到了 这个这几年 我们中国的这个光福产业 确实发展得非常的快 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统计啊 这个中国光福的新增装机呢 已经是连续八年是传球第一 这个累计装机是连续六年传球第一 目前我们这个光福发电量也是传球第一 可以说我们这个中国的光福啊 现在是不断的引领 传球整个光福产业的发展 然后我们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 全国的新增光福是达到了4820万千瓦 其中就包括了我们这个分布式 1510万千瓦 这里面呢也含有了我们这个互用光福 也就是刚才您在那个宋建民家看到 这种互用分布式光福 1000万千瓦 所以说这个互用分布式光福呢 包括我们这个分布式光福呢 也正在逐渐的成为这个我们光福发电的一个阻力 但是呢 目前我们这个根据我们统计啊 在全国所有的发电量当中 光福发电的占的比例呢 仅仅是3.5% 所以说以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是十分的巨大的 这个以我们通位线为例 目前我们传线的这个光福装机呢 是16.24万千瓦 但是在接下来十四五期间 我们是把光福作为传线新能源发展的一个重点 规划呢 是新增的光福装机在120万千瓦以上 这就包括我们要打造建设 全国分布式光福整线推进四点线 也就是刚才卢总提到的这一个一个全国示范线 就是说我们在接下来发展光福过程中 会采取一个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 这个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方式 这个让光福的这个红利呢 更多的汇集到每一个老百姓 这个但是呢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随着光福装机的增加 这个电网销纳的问题呢 会逐渐这个暴露出来 包括我们这个互用分布式光福的发展 也会对配电网的安全呢 产生一定的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将会在我们这个集中式光福建设过程中 配套一定比例的这个储能设施 为我们整个光福产业的发展的创造良好的一个环境 是相当的满意 那我想请问您 咱们为什么选择在孟河村来发展光福产业呢 其实刚才我们旅行来也提到这一块 一方面我觉得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的话 未来实际是一个大的能源转型 从原来我们叫做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 而光福呢应该是来讲是说 在所有的新能源里边最可能成为主力能源 那实际我们从一些研究机构的一些报道来看 未来可能到了2066年 我们中国实现是碳中和 那就意味着我们将近是100%的能源 都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而这里边的话 光福可能会占了50%到60% 这样一个配比 那实际在我们国家 如何能够将这样一个新能源转化过程中的话 能够更好地去解决当地的这样一个销纳问题 如何能去解决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中 与我们的能源需求问题 实际不光是摆在我们政府面前 也是摆在可能企业面前 所需要去解决的一个痛点 那我们国家的光福呢 实际是应该是经过这个15年发展 15年前我们国家的光福叫做两头在外 研发跟那个设备材料 市场都是在外 那经过这15年之间光福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们的光福与我们的高铁一样 应该具备了我们在全球 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领先地位 不管是从我们的原材料的 光福所需要的原材料制造 光福的设备 我们的研发能力 还是我们的市场 应该都是非常好的 成为了应该全球的这样一个第一的位置 那这个呢也恰恰能带来更好的一些 我们满足我们这样的双台目标的发展 那像我们企业啊 实际我们原来在十年前 我们的所谓的光福的组件呢 都是卖到欧洲啊 美国啊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欧美的网友啊 可能会看到是 在德国啊 在很多地方 国外应该是普通的老百姓家庭 装光福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它已经可能成为一个家庭化产品了 我们很多在海外的老百姓呢 可能直接在超市里面 就能买到光福设备 在自己家里去装了 那我们国家实际是在 地面电站发展 已经是比较迅猛了 应该是在10年左右开始 就已经大的发展了 互用的发展实际在16年 17年开始 那才开始慢慢进入到这个轨道了 那从我们企业实际 原来的一个初心来讲 我们想是说 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都是可以实现中国制造的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产品 以好的一个这样一个合作方式 能够普及到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来 这实际是我们企业原来一直在想的 我们在想说 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 然后同时也实现企业的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那刚好实际我们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吧 我们开始在全国在通过这样一个 就我们叫合作开发的方式 就像我们刚才门合冲的这个案例一样的 就是通过企业来投资 那用户来提供场地 我们共同来去建设 实现了几方的一个多益的情况 那互用这样发展呢 实际是非常有利于 未来向我们国家能源转型 一个呢 它可以解决叫电从身边来 就是我们普通像家庭用的电的话 可以从身边的这个光伏的发电 就能够去满足他自己家庭需要 所以原来我们正在提供叫做 打造中国零碳乡村 像我们孟和春 它一年的光伏电站 应该是可发电量是在200多万度电 孟和春一年的需求的电量 是在六七十万度 那就变成是孟和春 它自己首先成为了一个零碳乡村 它同时多的150万度电呢 又可以给我们通位县城 提供这样一个绿色能源供应 所以呢未来的农村啊 可能不光是说 是一个农产品的输出到城市去 绿色的能源也会从农村 输送到我们的城市里边来 那这样呢就解决了 实际是农村的乡村振兴的发展问题 也能够帮助城市里边 用更好的更绿色更清洁的能源 所以这也是我们企业实际在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的一些体会吧 好主持人 嗯明白了 刚才卢总提到这个零碳的问题啊 那我就想到这个碳中和了 呃 旅宪那碳中和和这个光伏产业是什么关系 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碳中和的您能和我们来聊一聊吗 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这个碳中和零碳 呃我理解的这主持人我理解的碳中和呢 就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我们一个的特定特定的退对象他所排放的碳和他吸收的碳是相等的 因为这个碳呢可能就不仅包括我们大家常说的二氧化碳也包括一些甲烷等其他的部分是气体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实际空的概念这个时间上来说我们这个碳中和可以是以年为单位也可以是两年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为单位 然后在空间上面我们这个碳中和可以说是针对我们整个地球一个国家或比如说我们中国或者说一个行业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力能源行业 但也可以是我们一个县或者一个乡村就像我们这个孟河村也可以说是孟河村的碳中和 第三个方面呢是关于这个碳中和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发展新能源光伏风电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来实现我们自身的一个绝对上物理意义上的碳中和 也可以通过购买碳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抵消我们自身产生的碳排放 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比如说以我像我以我们孟河村为例如果我们的产生的这个绿色能源是超出我们的需求就我们也可以是售出碳汇来获得收益 这就是我理解的一个碳中和这个关于这个为什么要实现碳中和我觉得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体会到了这个阶段气候呢是越来越频繁 这个包括一些这个这个台风啊这个那个干旱啊等等 所以说这个气候变化呢应该是说是现在我们船人类所面临着一个共同面临着非常紧迫的传球性问题 然后这个碳排放是个是被认为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目前我们世界各国都在为这控制碳排放这个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 包括今年前段时间我们在英国在格拉斯哥召开全球气候大会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这个碳达峰和碳中和 也就是这个灵碳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这个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负责任大国这样的意识和一个责任担当 也体现了我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理念 这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 现在也是这个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 我们这个有责任有义务在这一领域做出表率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推进这个碳达峰碳中和 也是一种我们在发展方式上的一个主动的求变 这个因为这个随着我们经济发展也带来非常很多的这个环境问题 包括资源能源消耗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发展的可持续这个非常面临迫切的问题 这时候我们通过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行动 将会带来一个非常深刻而且广泛的一个绿色革命 这个可以带动我们整个经济社会 包括我们这个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个绿色低碳转型 而且呢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呢 也可以为我们这个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来提供保障 因为这个可能很多网友也都听说过 目前我们国家这个能源的这个对外依存度呢 还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这个石油和天气资源 可能这个石油是70%是依赖进口 天然气也将近接近50%左右是依赖进口 这个那么这个就对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呢 也产生一定的威胁 但是通过这个双碳这样的行动 我们这个发展绿色能源 比如像这个风电光伏 这些能源都是利用了我们国家现有的一些资源 这个所以说对我们这个能够为我们国家安全的提供保障 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传方位的一个这个发展方式的转变呢 最终呢是可以实现我们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我想这也是这个体现了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新发展理念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就说那么多主持人 嗯好的 刚才吕宪给我们讲解的非常全面和深入啊 嗯那上书记我们县长刚才讲了这么多碳中和的概念以及它的重要性 那我们基层又怎么来结合我们的村子的实际情况来去推广和落实碳中和呢 嗯好的主持人 现在大家应该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片这片地都是类似于梯田的这种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孟河村呢 它这个情况就是这种以小农经济这种传统的这种小农经济为主的这种农业 生产模式 嗯在这一这一生产过程中呢 它的效率呢是其实并不是太高 我个人认为在乡村战略和碳中和的这个规划目标中呢 和我规划目标中呢和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生产效率呢 是已经不匹配了 我们这个生产效率应该 乡村振兴应该的关键一步就是把这个生产效率进行一个提高 生产效率的提高的同时呢 农村的生活的这个效率其实也是一个有待提高的一个过程 因为目前呢 农村的这种公共服务 尤其像这种取暖和这个就是用气啊什么这种的话 是目前是我们是需要每家每户的这个火炉单独的一个取暖 这种取暖呢 那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这个碳的一个排放 我们现在可以走到那个我们宋大哥家里面看一下 这个他们的取暖的这一个方式 好的 因为他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村里面的取暖方式呢 都是以这种每家每户的这一个火炉这种方式为主 村民在生活上呢 时间成本和这个效率其实是很低的 因为每天有大量的时间要进行这个 就是把这个保持这个火的这个燃烧 维持这屋里面的这个温度 如果说在要推进咱们这个就是说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这个碳中和呢 我觉得单纯依靠市场的这个推进呢 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是在我们这种自然属性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的村子里面 是很难实现的 只有这个村民的生产效率和生活的效率的提高呢 才能够为下一步的这个碳中和和这个碳大方做这个 才能做好下一步的这个碳中和的这个工作 好的主持人 好的 嗯明白了 这个村民的家里肯定很温暖啊 我都感受到了 对对对 很温暖 很温暖 但是宋大哥要每天就是每天早起可能就要把炉子升起来 然后每天白天呢 可能还要把维持这个炉子的一直的燃烧 每年的话 像一户村民的话 大概要一个炉子 大概就要用一吨煤左右的这么一个量 嗯嗯 明白了 那我们这个光伏产业的引入 给这个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那书记我听说咱们村里还有一个扶贫车间是吗 对对对 扶贫 还有一个扶贫车间 嗯 那辛苦您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行行行 那我现在往我往扶贫车间 前进了 好的好的 那我们书记赶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来问一问卢总 呃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谈一谈 就是除了通过这个光伏让村民们直接获得发电的这个收入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帮助村民发家致富呢 比如说啊技能培训啊等等来提供就业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对好的 其实刚才我们上书记在介绍是说我们自己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乡村振兴啊 那农村老北京过了成年生活可能他就会碰到一个问题是像刚在类似我们宋大哥家里的呃 呃他现在如果是用电区呢 比方像我们城市里的用电区那方式的话 那这个他的整个开支是受不了的 可能一年要几千块钱开支 那实际作为我们企业来讲 我们就在想是说 未来光伏的发电成本会再进一步再持续下降 实际现在我们在孟河村呢 实际在发电的光伏发电成本啊 是在三毛多前 就是一比火力发电已经要低了 那我们一方面我们会在想 如何能够通过光伏产业的发展 帮助我们的通过类似我们这种电站的这种合作方式的话 帮助更多的老百姓征收创收 包括刚才我们宋大哥提的是说 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光伏电站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我们下一步 只要产地有我们会去规划 那通过比较好低价的这样一个清洁能源 那实现了就像宋大哥家里 可能您再过两三年开的时候 他家里可能已经用电取烂的方式 来取代现在这种烧煤的方式 这实际是我们企业一直在想的 那包括我们目前在像北方很多地方 也在结合就是煤改电的一些方案 我们去光伏加煤改电方案 来去助推我们乡村的这方面的一个改善 那第二方面的实际我们也在希望是说 乡村最近还有一个问题是要解决是 像我们城市里我们下班以后 如果家里有这种各种一些物业服务 我们可能打个电话给物业公司就行了 在农村实际这方面是很不方便的 那刚好我们在孟河村建了这样一个光复电站 我们实际已经在规划 就下一步我们会在孟河村成立这样的 叫做综合能源服务站 那一方面呢 聘请我们的村民成为我们服务站的站员 同时呢将这个服务站站员呢 我们通过给他培训类似这种电工啊 类似这些方面的技能能够让他呢 为当地的老百姓啊带来这样一个 就是说那个解决他的一些像便民服务啊 一些类似电力服务等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那个场景的一些应用啊 那这样呢相当于是说能够帮助 像那个小的物业公司一样的 能够去帮助他服务 服务于他们包括是一些在农忙啊 像一些他家庭装修等等 这些一些电力的服务方面 这个呢我们未来也会延伸开啊 那还有一块实际我们在孟河村 做了一个事情像做那个 在我们在村民广场建了一个叫做 那个光处充一体化的充电站 那这个充电站里边呢 呃我们的普通居民啊 还可以除了在家里充电以外 他还可以到那个我们的广场里边充电 充电费用呢实际也很低的 基本上是也就按照那个两三毛钱 一度电站一直进去收费 所以这个呢老百姓实际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那作为企业来讲 我觉得我们在实现自己 企业的发展同时啊很重要一块就是去帮助我们的社会创造价值 特别是结合我们国家的大的战略 我们做好我们企业应该做的在一个社会责任方面的东西啊 所以未来我相信啊我们会在相中振兴方面啊 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与我们的履建 与我们的上述记啊 可能会有更多的好的点子会出来 包括在我们履建提到的3.0版的时候 我们会把整个孟河村变成一个微电网 那能够通过微电网现在用户用的电费可能要五六毛钱 未来形成微电网我们多的电可以通过储能 可以通过外外输送的方式 给到我们村外的一些像企业啊 工件物点啊等等这些提供绿色电源 同时的话也能够帮助降低孟河村村民 他的用电的单价 就这些方面实际上也是我们已经在做规划 可能主持人到明年你再过来再采访的时候 会发现孟河村又有新的变化了 好那我说到这里谢谢 嗯太棒了 刚才卢总给我们介绍了 1.0 2.0 3.0的这个规划和举措啊 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个政探安能的这些布局 我们村民们的这个生活肯定是会翻天覆地的发生变化的 政探安能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企业啊 那我们来看一看书记有没有走到那个扶贫车间 画面切给我们书记看看 还没有走到马上就到了 嗯 今天这雪下了点雪 所以说路上有点滑走的稍微慢了一些 对我们看一看基层的工作 还是非常的辛苦的 嗯 这里也是跟书记说一声辛苦了 您呃到这个我们孟河村多久了工作 现在已经快八个月了 八个月 嗯 有什么样的切身感受 您推进这个工作呃 呃有没有什么困难 呃像咱们这个光伏在推推推进的时候呢 其实就遇到了一些困难 尤其是我们这个村吧 是2020年才那个脱贫摘帽的一个村 其中所有的这个 很多这个村民的这个房子呢 它是这种传统的那种土房子 就是土墙的这种建筑 它是不承重的 在光伏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 那很难就是 全村没有太多户的这种 就是说就是能够在屋顶建设的这种光伏项目 全部是光伏项目 后来呢 在那个咱们履县 以及地方政府的这个协调下呢 我们在孟河村 开展了这个甘肃省的第一个首批试点 就是在利用房前务后的这种 这种于这种这个土地 来建设的这种光伏项目 刚才我们在宋大哥家也看到了 就是村民们也都把它一个 这个光伏呢 也都利用了起来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 我们这个扶贫车间了 嗯 看到了 这个扶贫车间呢 是我们国家乐园局 帮那个协助那个建设的 其中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是这个金银花的烘干车间 烘干车间 金银花的烘干车间 对 金银花的烘干车间 嗯 你来展示一下对镜头看 带我们看一看 对对对 我给你展示一下 嗯 我给你看一下二尼稍等 这个是一个烘干厂 就是里面 因为现在这个烘干机已经过了 所以说里面放的主要是这个 这个货架等这一些物品 对 现在看到的我们后面呢 就是说是我们未来 我们孟河村 即将发展的一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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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向日葵为主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色 这个炒货 那个火输的这个炒货机 因为咱们这个扶贫车间呢 在全年呢 只有在七亿花 收货的季节才用得上 平时大部分时间呢 可能是作为一个闲置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自从我帮复以来呢 就是说想利用把这个现有的这个资源 把闲置的这个资源呢 更加利用更加利用起来 明白了 尤其是现在 对 现在我们可能是以这种 苦桥 因为我们这里生产是苦桥办 和向日葵 以这个农产品呢 深加工和这个 和这个特色的这种资源呢 作为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发展的一个资源 尤其是未来我们讲 计划打造以这个向日葵的这个种植 深加工和乡村旅游相结合 真正的把这个一二三产业呢 融合发展起来 同时呢 进一步带动这个村里面的这个 广大青年呢 投身这个乡村再创业的 这个事业的过程中 尤其像我们这里同时呢 也生产的土豆 对 农副产品 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对吧 对对对 因为在这个我今年的这个 入户的过程中呢 发现了很多就是 尤其在秋天啊 就是发现了很多这个 像我们这里生产的土豆啊 以及一些这个萝卜啊 等这些 很多村民呢 就把一些看起来很好的 就直接扔掉了 因为咱们是缺乏一定的这个销售的渠道 而且这种生鲜产品在运输和保存的过程中呢 也比较困难 现在呢 我们就是说 现在我们这一阶段就带动这个村里面的年轻人呢 要发展 比如说把这个萝卜和这个土豆呢 作为那个萝卜干和这个土豆干 来进行一个初级的这种加工 加工之后呢 就便于保存和运输了 这样呢 后续的话 就是对我们村里面这个激发我们村民的这种内生动力 以此来带动全村的这个广大群众呢 共同富裕 共同发展梦河 最终实现我们全村的一个共同富裕的这一个目标 就又进了一步 说得太好了 我们书记带着我们深入的了解了这个孟河村的情况 我们了解的非常透彻了 那深入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聊一聊走出去的问题 县长 我知道您曾经出国交流过这些相关的课题 就是光伏产业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孟河村在光伏产业发展 对其他国家 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有没有一些意义 或者是借鉴 好的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孟河村这个光伏产业的发展 还有我们乡村振兴的经验 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有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 因为刚才您这个跟着我们上书局 还有我们这个卢总的介绍也看到了 这个通过这几年我们国家能源局 还有一些政态等这样一些爱情企业的这个积极的努力 我们通过发展光伏这样一个模式 来帮助我们这个孟河村的百姓 孟河村的这个村集体来获得的收入 也解决了这个孟河村这个农村能源清洁供应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能体会到这个应对这个气候变化 还有战胜贫困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全球共同的一个使命 一方面要实现我们这个巴黎气候大会 提出的这个1.5摄氏度这样一个目标 这个全球呢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一个努力 未来这个煤炭啊 石油啊这些化石能源的消费肯定会受到限制 同时呢这个我们也根据这个世界银行 还有我们国际能源署等这些机构的统计啊 目前我们全球仍然有七分之一的无电人口 这个数量呢是接近11亿 这个还无电人口就是没有获得基本的这个电力供应保障 更别说其他的像一些这个我们大家常见的天然气啊 等一些其他能源的服务 所以说为这些这个无电人口提供基本的能源服务 也是我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应该尽的这样一个义务 但是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困境呢 我觉得我们孟河村的发展纪念啊 就给这个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特别是一些这个能源电力普遍服务水平比较低的地区 可以通过发展这个风波式光伏等这样一些可再生能源 来实现这个改善电力普遍服务水平 这个带动经济发展 提高这个生活水平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目标 因为根据我们这个在孟河村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经验 看出我们可以这个得到经验 就是说我们只要一个70平米的一个屋顶资源 这个就可以安装一个20千瓦的一个光伏电站 这个每年的发电量呢是接近三万度 就可以非常好的满足一个家庭的一个传播的用能需求 然后接下来进一步如果结合一些智能电网 微电网储能这样一个技术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农村这样光伏的一个一个究竟利用 来把这个来给农民提供一个高质量 而且是这个价格相对低廉 大家都能够承受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一个服务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是对于这一些目前的一些像 特别是这个非洲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贫困地区的国家 这个可以借鉴我们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个来解决他们这无电人口的问题 嗯说的太好了 那卢总那我想请您来结合刚才李县长所说的 您来谈一谈我们企业该如何利用光伏产业的发展 来服务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好的 其实作为我们企业来讲 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有幸啊 应该赶上了这样一场就是从传统能源向那个新能源转化 这样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过渡期啊 所以呢实际中国实际我们认为是从企业角度来讲的话 目前在产业端的不管是从我们的产能研发各方面啊 已经具备了应该是能够走得更远 实际在海外的整个光伏发展啊 像这次我们习近平总续参加一路一带的会议啊 实际中国的光伏的技术光伏的产品 甚至我们好的商业模式啊 已经是走到那个很多一些我们海外的国家去了 可能从原来十几年前的从走到欧美 现在目前慢慢是像像说我们像拉美 像那个东南亚 包括像那个中东一带啊 就像那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去过渡了 而且光伏的这个产品啊 它已经具备了完全取代化石能源这个条件了 其实在我们中东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参加一个那个就是光伏电影建设啊 每瓦只要一毛多钱 结合它当地的一些光照条件啊 所以完全是具备这个条件 能够走向更多的一些那个世界各地上去啊 再去能够助力当地的这样一个 解决它的这样一个就是产业发展的问题 但随着呢 未来就是像我们比方说孟河村这样的 一个村子是一个缩影啊 它每年会带来几百万的发电量 但它一个自己一个村子呢 它可能用不了那么多的那个发电 剩下电呢 实际都是在可能在甘肃这里了 所以现在实际我们也有一些是叫做产业投资 我们是加什么就是说像我们很多一些光伏的一些电站 我们前期是做了电站的投资 电站投资之后呢 目前我们像正太我们在像甘肃的九泉 我们在做一个什么将制造基地搬到那个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去 然后呢在当地呢实现是就在当地产生的绿电 能够在当地就销纳掉 然后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业呢 我们发展过来以后呢 能够在当地助力就是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像刚才讲的光伏产业的一些制造业 像那个从东部地区啊 像中西部那个迁徙啊 这个已经是非常常见了 那未来呢可能会结合像我们甘肃上一个好的一个 绿电的这个资源光照资源的话 可能有些原来高耗能的一些产业 比方像化工 像我们通过绿电制造氢气 然后再将氢能源投入到城市里去使用啊 等等这些产业呢 我想未来可能会在甘肃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那个新的 通过绿电带来的这些光伏的产业 我们叫光伏家啊 这个产业会逐步的会展开掉 现在是企业社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 主持人我说到这里 好的 刚才卢总分享了我们企业怎样从输血型的这个帮扶 变成造血式的这个帮扶来拉动和帮助孟河村的经济发展啊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请三位嘉宾来结合自己的工作吧 对未来来一句寄语 好吗 我们还是先从县长开始 希望我们这个各位 我们在这个习近平总书记 探达方探中和 还有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个指引下 我们共同的为实现我们这个中国的经济的转型 还有我们这个能源的早日探达方探中和和乡村振兴 共同的努力 让我们的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让家家户户都能用上高质量廉价的能源 谢谢 嗯 谢谢 非常好啊 有高度 有接地气啊 那书记 您有什么对未来的规予 嗯 未来的话 我们孟河村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 实然没的这种取暖方式呢 我希望在未来得到解决 因为明年我们计划就要在孟河村开展一个生物质的这个压块项目 然后以这种生物质的压块来替代这个燃煤 来真正实现村里面的这个探中和和探达方 谢谢 嗯 实现探中和啊 那我们卢总 好 生态安冷 实际我们一直有一个这样一个梦想 就我们叫做安万家屋顶 想绿色光能啊 实际我们也是希望是说进企业的绵薄之力啊 能够更 将更多我们这样一个绿色产品 绿色能源 带到千家万户 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绿色能源的话 能够给我们的千家万户啊 不管是带来他的征收创收 也能带来一些对他生活产生实质性变化的 呃一些应用上面啊 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孟河村现在还是2.0 我们未来与旅县长上述期还会做3.0的升级啊 也欢迎啊到这一年后 组织人可以再来到我们孟河村 再给我们看看我们3.0建设的情况 啊谢谢组织人 好的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这期说说我们村的三位嘉宾 带我们了解了屋顶升金的光伏发电产业 是如何带领村民探索共同富裕的新生活的故事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相逢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传承脱贫攻坚精神 实现乡村振兴 并不是一句空话 注重乡村特色 将特色发挥到极致 加强人才与技术的引入 因地制宜 推动产业发展 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才能让广大群众在全面脱贫 乡村振兴中 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好的 感谢您收看乡土中国第一季之 说说我们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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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家丁